玩具TV第26季第29季第6集 多謝剛才這個客戶說話 記住,來到12月2日和3日 記住來到這個新葡江 Granty, 都其事 阿嘉又會和你吹噓 我不在 你不斷移動過來, 說說說說 我去加拿大 嘩 再見再見 雖然阿嘉的粉絲會失望 但是你不斷移動過來捧一捧 監製場 我的不是叫粉絲 我的叫趁家 趁家你是有排排了 一定豬龍入水 不過趁家不歡迎 好了, 我們回來了 其實我沒想到 我們真的介紹國內的產品 有這麼大迴響 第一次就是你介紹的 鴿飛之虎 我那時候已經嘩聲了 之後其實都沒有特別的機會 我好像拿過一下 沒有成侯 在那裡仰兩仰 但又好像沒有特別的介紹 沒有直接開嗎 原來是 又是帶了一個來 然後又沒有時間開 然後就放在那裡 喂, 正啊 反正梵天丸我們沒有開的 是 找一個機會可以開一下 梵天丸進階 當然是很精彩 而且不是的 梵天丸是藍色的 梵天丸我有介紹 我那時候抽中了一隻 大聲一點不要緊 你有介紹, 沒有成侯 沒有反應 對, 沒有成侯 我才抽中過半身像 你抽中半身像嗎 對, 很漂亮 那是FMOP那個 哇, 你這麼厲害 那個駕駛員 駕駛員 很漂亮 我駕駛員半身像 對 漂亮, 做得 所以這次我們已經有兩個機會去抽這個特別版 上個星期看到的那一件就是劍 不值一診 這次 劍也是好東西嗎 其實沒什麼特別是差的東西 重點是看你想要什麼 不過我不是想要劍 有很多朋友中了斗篷 另外有什麼, 補充一下 金屬盾 金屬盾 哇, 這個是the top 然後有一支槍 藍色金屬盾 對 至於 發光的 Derek這個中什麼呢 視神網呢 這個不用怕 是有的嗎 把刀也有的 什麼來的 咦 你真的抽了一筆劍嗎 沒事的 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 這些就是好玩 包買了, 老闆 包買了 交給你 你破署 對 真的 他真的挺有灼頭的 懂得玩 對 真的很有 除了抽盤盒之外 這個在這個BDBD的每月晚 他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除了盒是不同的之外 裡面呢 就還有一張 我沒見過有人中頭髮的 其實 很冷靜的頭髮 第一次見 所以 當然啦 原本的金毛呢 在這裡 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實 嘩, 看看這些 兩個頭髮的分別 好了 好像是透明的 是兩體 本身你見 其實用了這個漸進的顏色的塗裝 亦都很配合湖中騎士的color tone 我不是說這個金色頭髮不配 你多多個option的話 其實都絕對不是一件外形的 是一個模一樣的 當然 看不到 這樣看就清楚了 這樣就透明的比較好看 見人見智啦 我反而喜歡這個 湖中騎士 其實本身整件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gimmick 等等 先說一下這個 是啊 這個呢 就會有一個 Bili Bili 版 就會有一個 3D 的立體畫 當然不是這個 這個就是信封來的 挺有誠 它有很多信封 對, 很多信封 它保持一些東西好 那立體畫就是這樣的 上次有看的都見過 這次就可以再詳細看 整個湖中騎士 用了這個3D 效果 你會見到 鏡頭去看 其實就未必可以看得這麼出的 是不是呢 也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其實它的合體效果都挺特殊的 它有很多重的 我想起碼是4重 甚至5重的 有 因為小時候玩的 很差的那些 恐龍閃卡的 就是1、2重的 很差 但是它這個很立體 你看到那個斗篷 以及前面拿著的窗 那個位置都是很突出的 越來越大聲 這個真的有些了度 是 好 真的看回 既然中了一個 頭髮贈品 也不差 再裝上了 其實你會見到 它著燈 不是說不想跟大家介紹 因為新鮮熱 沒有裝電的關係 我很快地說一說 本身這個肩膀 或者我叫屍頭位 它可以著燈 眼睛 另外是這個 窗 也是全部可以著燈 當然 你在這個 裝假髮的時候 就需要將頭部 頂這個位置結起 就會見到一個筍位 塞回去 它這個位置挺近的 而且你要做得很正確的角度 因為它的筍是有幾條骨 有幾條骨位 要跟它的角度 另外 早一點介紹的 就是這個台座 本身整件東西 其實上次介紹沒有像一樣的 它都是用了金屬掣 可否按緊它 但是你不按緊它 你才看出效果 你再試一次 要在一起 對了 這就是這個效果 這就是妹仔大過的主人婆 就可以連同一起拿 沒錯 說明書有提 就是 你按下去 不要這樣動 因為會磨花 所以我們 不斷介紹完就算了 你會看到本身 其實我不敢按緊它 因為真的塞進去 都 這位置太美 我不敢搞得太誇張 所以我還是拿回來 扣下去就算了 或者在未玩它的可動性之前 都看一看你的工具 老實說 它這間廠 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漆面和照顏色 真的很忌醜 重點是什麼 它本身 這次和之前三種產品 我有沒有記錯 湖中騎應該是第四件 是的 是的 真的在肩膜上 也有很大的進步 當然 有些連動 無論是這個武器 或者主體 有很多很可怕的地方 燈功能我不介紹 但其實本身 你會看到這些位置 除了本身的窗子 這麼漂亮的設計之外 亦都有一些特殊的燈下 可以做到的 師兄問 為什麼這隻要說兩集 上次那個不算的 那個催兩歲 不是 那個好 那個是立完場 我們有時間說兩句而已 這次才是真正說的 其實我都不需要特別再說 我想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 本身就著湖中騎士的造型 以及你會看到一些線條 以及細節位置 自己可以先看看 本身頭部 剛才正面 你會看到它是用了一個透明件 而透明件本身是一些 類似這個魔光七 實質的材料 變成它在不同角度看的時候 就有一種幻彩的效果 它當然是用了偏光電鍍去做 有些像太眼鏡 對 直接是太眼鏡 所以很棒 另外我想 close up 細節位置 例如說腰部 例如說腰部 看實 是 本身你會提醒它 可以 細緻度來說 當然它其實尺寸 比一般的玩具稍大 Roughly是1比72 或1比60 左右 但是它的細節位 其實都一絲不久 然後看看頭部的後頸 看一看 是 OK 看到 看到 對了 那些後甲位 全部都不會有甚麼地方 是 炸樓灘的 好 或者真的玩一下野老公 剛才阿嘉你都已經 想過一大輪 有些甚麼 comment 實正 和該做可動的地方都有做到可動 不該做的 不該做的 或者它有一些連動的部分 挺細心的 是 我們現在玩一下可動 例如頭的一些左右轉動 接著之後抬頭 抬頭 抬頭 其實它的幅度暫且來說比較少 但是它實際上有一個 gimmick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它的頭主要的活動 是靠頸上的波珠位置 但是它的頸其實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讓它拉長出來的 它就可以令到它比較多位置 去做一些頭的動作部分 這樣 還有我覺得拉長的頸 好像更好看 我也覺得比例會更好 可能它主要 不是 披風不是放在頸附近 可能主要是為了美觀 有時你未必需要拉進 可能你覺得一般是漂亮的 這樣其實可能是漂亮的 所以就封劍尤人 頸的活動是這樣的 首部的活動就是 你會看到它的肩甲 其實它的尺寸很大 但是它這裡又做到一些金屬的關節 就是例如屍頭可以向上打開 然後它是一個雙軸 你可以在這個雙軸 把屍頭拉出來 甚至乎再打開 你就可以把整個肩關節拌出來 你去做一些活動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撞到 比如說是這樣的 當然為了美觀的關係 你都可以吸收一點 所以怎樣玩法就視乎自己 但是它很切切實實地向你做鼻孔 還有它動的手感是非常之好 不會說有些緊起上來 不是九牛二虎 就是撞下去都不動的 一撞下去就出事了 但是這個手感是很暢順的 然後因為屍頭可以動的關係 你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做出一個接近無縫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要抬手的話 建議可能把屍頭的手尾拉開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向前抬手的狀態 基本上三八六是沒有問題的 記得屍頭一定要推開 肩膀的部分 就是肩可以向上 增加了另一個可動 比如說是這樣再抬手 但是底部的位置也很漂亮 是的 手甲可能會有一點頂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轉過來 那你就可以擺高一點 這樣 而肩膀除了可以說向上之外 我們轉一轉角度 在上面的話 也可以向前的 所以你轉現在 就直接看到向上的關節做 是的 向前這個位置 也是手感非常之好的 除了這些之外 手部也在這個位置 做到一個水平轉 它其實整隻手感都很好 我發覺它 是的 那手關節的部分 就是前面 基本上比較機械人一點 所以它在設可動的時候 都比較簡單一點 那手掌的部分 在手掌夾到 其實它有輕輕做到一個連動在上面 那就是助理接手 那上面這裡也會留一支油壓管的設計 那接手的部分就大概是這麼多 就回到手 然後呢 有一樣東西我比較喜歡一點 因為其實都是那樣 很多機械人的設計 就會將這個夾 往後面 那麼它在這裏 當下水平轉 就令到它可以放回前面 放回側面 去到一個最美觀的狀態 那手腕的部分也都是 主要是手掌的卡扣位置 可以做一個可動 那前後也有適當的擺動 不過再說多一點 大家看到它的手掌也不少 不過重點 它足足二、四、六、八、十 一打手給你玩 不過它就用了這個C扣 是 變了 我又不是說它不實正 但是大家拆得多的時候 我想都要小心一點 會有點害怕的 是的 有點害怕的 所以都不建議 要經常去換手型 那麼來到中間的部分 我們看到腰 腰部的一些 胸部的左右水平轉 腰部的左右水平轉 其實幅度都很大 它下面基本上都被控了 因為這些全部裙甲周邊都可以動 所以可動上也沒有太大擔心 那麼胸部的一些側轉 然後就看回胸的向前 換腰轉 這個是胸轉 這個是腰轉 然後它其實最漂亮的地方 你在這個側面 你看不到 雖然可動很好 那麼你會看到它去拆 這個胸轉和腰轉的時候 那個圖上面的細節的活動 再轉第二步 那麼又除了正面這個很仔細之外 最精彩是後面 它背面是用了兩、三組的活動 去拉出了不同層次的活動 本身應該都是三組不同的組件 其實阿嘉正在動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動 你會看到它由兩邊夾著中間的骨 再由下面拉回去協毀那一組的可動關節 全部都做了連動 它甚至乎側面有細細齒輪花紋 這個側面要看 你會看到它轉的速度跟它周邊不同 所以它是走另一組東西 去帶這個齒輪去做轉 所以其實它裡面是做了很多很細心的部分 阿嘉要不要看到齒輪的位置 它是有一個差速的轉動 它跟腰轉不是同一個速度 所以它是另外做了一組東西 去讓腰轉動 在側面本身有一個圓形的類似組件的中西 這個位置轉的時候 你當腰向前和向後移動 它這裡就會有不同的差速 去令到它這個組件都旋轉 變成看上去整件事是靚得很交關的 除此之外 前面的油壓當然你動得這麼漂亮 它前面的油壓都會跟著做一個伸縮 變成整件事是靚得很交關的 即是手躲住 不是你的手,是機械人的手 哦,這樣吧 另外當它向前移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這個 這一個折扎護甲位 亦都可以拉回前一點 讓它胸口沒有那麼容易接觸到 它很多細節位是想到很仔細的 即是細心又細心 又來到裙甲部分 剛才德哥都說過了 其實它裙甲本身這裡可以做一個擺動 它裏面有一個雙軸可以拉下來的 它鼻胸更加多 其實主要它鼻是為了鼻腳的 然後其餘除了中間之外 在側面的裙甲也是兩雙軸可動 它是一個波杯 所以你除了向前後之外 你可以向側擺放 不過這個比較實正一點 所以玩的時候就自己就力了 很多裙甲它用了這個雙軸 令到它本身無論是鼻位也好 或者拉出來 令到可動性增強也好 都有很大的幫助 甚至下面的裙甲其實它是三個軸 一個是腰 一個在外面 所以你會做到這種上下退 除了上下退之後 其實下面還有單軸 不過這個比較難用得到 它可以這樣佔 但是就未必很有用 所以大家就看情況去還它 然後來到後面 亦是後裙甲 它這裡有一個雙軸 所以它可以做一個上下拉動 它超多雙軸 那側面這個主要是一個波柱 不過它受惠於這個雙軸 所以其實它來了一些可動的部分的時候 它都會被控 所以就是細心 你這裡打開都可以更加清楚 它甚至乎這些底甲的一些女打花紋 全部都做了 還有噴飾 金銀灰 四隻色 然後例如腳步的一些可動 我們可以先把側甲打開 前面也是打開 大家自己玩的時候 都記得把這些甲全部拉開 主要都是中間一個腳的軸 上甲運動都可以 然後就是向前打 向前打就是前面一個軸 中間一個軸 所以如果你要玩中間的軸 你就要先壓著腳 然後向前抬 向前抬腳 抬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它有下落了一個位置 它就會開始走第二個位置 它就會這樣抬腳 抬的時候 其實腳要注意自己要坐開 因為這裡 它本身腳向前抬的時候 因為它的前甲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不拉開一點腳 很容易撞下去 所以就自己小心玩了 這些位置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到 也看到的 是的 自己小心一點玩 它正常抬腳 這些可動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但是真的唯一要注意這些東西 然後來到膝口的部分 就趁著這個時間玩了 上關節呢 我們先轉上了 上面關節呢 它在這個部分 前面這裡也有做到一個連動的 你會看到它是不同時間的 慢慢地推出來了 然後裡面這裡有另一組件 它就會推出來了 就看到裡面那個 有一個彈油壓管 然後下半步 就會在拉的時候前甲活動 拉了兩層不同的可動 就對接了 膝甲就大概是這樣 甚至乎在它轉的時候 大腿的後甲也是同時在走 你會看到大腿後邊的連動位 當你這個膝頭哥屈曲的時候 就會向上吞 另外你會看到 其實整個膝頭哥的組件 它是拆了很多件 變成它在動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一個 在不影響外觀的情況之下 對接到膝頭哥的高可動 不過我接腳的部分 大概其實都是 我想可能八 一百二十二三十度左右 因為它 小腿和後大腿的位置 它這個位置已經拿到盡了 雖然它已經向上移動了 如果不是你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沒有連動 不向上移動的話 可能都會剩下一百一十 不過都夠用的 對 都夠用的 我最欣賞它是扭的時候 膝頭哥的下 後面也做了一些 我叫做補一些位置 這一節特別是 是很漂亮的 所以 厲害 有些料到 好了 那抬腳玩完 回到位置 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回 去到腳腕的部分 前面 這裡有一件甲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波頭 所以你隨意如何動 然後腳腕的部分 亦有做到一些連動 腳腕 它拆得很細 很實 在這裡我想補充一點點 其實它這個甲 它裡面還有一個 圓軸可以左右移動 變成有時候 譬如說你的腳的貼地性 你想玩到極限的時候 有需要是會調校 這個腳甲位 這個很難了 可能要拆出來 觀眾才能看到 不過那個位置很實 所以我想沒有太厲害 奇怪 差錯了 你看到本身是一個波龜 這裡其實也有一個 軸在這裡 就是可以左右移動 變成在腳腕 當你移動的時候 就可以調校 跟著腳腕來移動 就令它一來比較好看 二來可動性 都相對比較大 我們先扣上去 請脫的聲音 好了 接著之後 在這個腳腕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這樣向前 亦都可以這樣向後 但是實質上它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這個小腿的後方 這裡做了一堆的細節 看上去就有點像那些 彈車的旅架 挺漂亮的 在腳向前的時候 它會整組分層動 其實都是一個很精彩的連動 對 它兩側架和中間不同層次移動 包括上面那個細小的琴 都是用一個不同層次的走向 你會看到上面那個細小的琴 當阿嘉向上下動的時候 它會伸長和拉向後 變成其實在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分別和可動 是多大和很特別的 真是傻 因為真的要花很多心機去做這些設計 所以其實它真的傻傻的 然後前掌的腳前掌可動 腳前掌第二層可動 這個可能要噴開一點 腳的兩層前掌可動是這麼多的 你會看到一個腳板底 它是分了三格給你玩的 是的 因為平時例如高達那些 一格過 它不是一臂平下來的 勁肉酸的 它現在就可以做到這些例如 沒錯 當你極限姿勢的時候 就有機會用到前腳掌和中腳掌 分開那個做法 真是厲害的 有時候活動起來的時候 後面這個也可以做一些拉動 避開那個可動的位置 是的 那麼記得注意去玩 可動上面大致上是這麼多的 我們先來看看 因為跟著玩的就不是可動 是玩Gimmick 是的 其實就著這個主體和顏色 第一件事就會想起獨角獸 也挺像的 而本身它這件東西 根本就是一件獨角獸 為什麼呢 你這個是市場上的獨角獸 沒錯 當然就著胡宗騎士這個造型 它的肩膀位已經是超然弱 看到是一個非常野獸的造型 當然 就這樣看 你很難猜到它其實是 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吞前還是吞後 噢 上拉 是 沒錯 是一個獅頭 獅頭 另外 他在這個拉眼的同時間 其實他的嘴會一起打開 它是一個連動來的 再做一次 轉一轉角度給玩樂 因為我現在給了一個尿開 我現在限制了 或者正面的就可以看到兩邊的 拉前拉後的對比 甚至乎它拉了那個位置 裡面這裡 它都補了很多細節在這裡 當然 我們跟回劇情本身 其實這部已經叫做 胡宗騎士2 某程度上 它的原設基本上 頭部都有些出入 它整件事 當時就被這個女報 打瓣散了 執完執證 就在日本再裝組 就由歐洲戰線的朋友 將靈魂驅動 再過去日本 就由中國去做莊組 所以變成胡宗騎士來說 是集合了三個戰線的博士 全力打造而成 所以當他用超beat的時候 有半部這個女報是被幹掉的 Anyway Side track了 我們繼續 認真看漫畫 Yeah 它本身真是很強勁的 另外 爆的地方就有胸口 在這個位置其實有一個按鈕 你按下去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遷就自己一點點 應該是兩邊一起 才可以拉動 這個位置普遍偏實 連胸口這個位置都可以爆甲 好,繼續爆 手腕 這個手腕,我先打側一點給大家看看 需要向上推,你就會看到裡面的爆甲造型 轉一轉前面 好,繼續 另外,腰綠色這裡是可以拉出的 不過當然,純粹真的拉出 你說是否有很大的作用,我覺得不是 不過 嘩,蚊也吸湖中騎士血,你看小腿 它在這裡 嘩,是草蚊來的 準備給鏡頭看看 哈哈哈哈 好了,前面又可以爆了 側巾我都不記得是否可以爆 可以啊 拉 需要幫忙嗎? 因為求此不得 OK 那側甲就在下面這個部分呢 就拉 拉這一件出來 後面這裡很實 是 然後呢,其實肩膀這裡都可以拉一下 是 另外一個屁股 另外繼續屁股 後腳,我們全部拉到一邊 對,沒錯 對 然後就拉這一片 好,然後腳腕 一邊一邊,你這邊就手一點 這個玩具呢,很需要一些人有指甲 是 因為我沒有留指甲的習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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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打開了 這裏小腿腳腕的部分 沒錯 好 大致上全身,我沒有留嗎? 沒有吧 有 還有這個前裙甲的這個部分 對 向上拉 好了,你會見到 我噴前一點 還有一處 就是它這個 裡面,大腿這個頂 拉上去 這裡有下 就是這樣 這樣 數了 胸口 肩膀 手腕 腰 前椎護甲 大腿甲 大腿甲 大腿側甲 小腿甲 大腿向上護甲 腳腕護甲 背部 背部 後背部 頂部 後裙甲 死了嗎? 真的 好 事情還未完 相割 剩下一點 沒錯 工具 為什麼要特意拿出來說 胡中仙女的庇護 名字也很好聽 以及本身的寶劍 狐女之劍 有什麼特別呢? 當你拔劍那一刻 便會有一個連動 你說是否瘋狂? 當然劍的造型 你不要這樣拔 記住是 上下拔 不要這樣拔 也是上下拔 整把劍的造型是非常漂亮的 狐女之劍的字 亦引得非常清晰 什麼字? 雖然普遍這個先祖效應的機體 都會有對應精神的領袖 我先叫領袖先 什麼呂布 那個 家康 還有另外 日本還有什麼武將 他那些機體 還未出信長 不過我覺得一定有 武田信源 另外 伊達正宗 伊達正宗 另外剛才說的呂布 他就沒有特別有一個 古人去back up 純粹就是就著西方騎士 五個美德集合在他身上 就出了這個機體 所以他都不是亞塞王 與亞塞王無名騎士 盾的造型 爆了甲 這個盾很厚實 是 有時候的盾很多時候都做得比較薄 你只有名字都頂癮 胡宗仙女的庇柔 想起都厲害 另外 大家有興趣的 其實版本都比較多 坊間有坊間版本 今次我們介紹的就是BillyBilly版 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版呢 BillyBilly版 剛才那個3D 沒錯 好像也會再多一把劍仔 是不是那把劍仔 就是那把劍仔 就是這把劍仔 這個很薄 之前是有一個 我記得有人說 是否在杭州抽的 有一個特別版 整支是銀色的 有沒有印象 全隻銀色的 對 搜尋一下 杭州特別版 不知道是不是杭州特別版 不知道是不是杭州 但我知道有一個特別版 整支都是銀色的 反正都已經打開了 咦? 那些卡和我上次都完全不同 老闆 是啊 我上次不斷種人仔 買了麻煩Walker 又拍一拍 而Derek這一張 很多都是機械人 機體 而且全部都是湖中騎士 你怎可以種這麼多張湖中騎士 四張湖中騎士 但是章章不同 那一刻就頂癮 他閃卡又閃得挺漂亮的 那有場尾林央 哇 這個有點像粗口 厲害 哦 FID卡 這個 我找到 全隻銀色 搜尋一下 電話要向低一點 否則會 全隻銀色 但是是否爆甲也是爆青色 而我不知道 我懷疑他可能是類似那些事務件 哈哈哈哈 全隻都是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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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沒有什麼分析那些東西 真的很像事務件 是的 咦?不是 他炒的 不是 他炒的 他炒的 是的 因為人像中的數很少 不好意思我拿了一點時間 看看那些東西有多厲害 似乎他的銀色 是否配紫色的披肩 是嗎 那是披肩 但是主體的顏色 都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就是沒有這個 整隻分了很多銀色的 那他爆甲會爆什麼顏色出來 都是爆銀色嗎 很好奇 那就算了一點 反正就 以我所知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是大家欠分頭 我似乎 似乎 就 老實說我覺得麻煩地 Anyway 那作為收藏 看看是不是這些 反應版魔人 是的 有興趣的都可以的 那麼 那幾點了老闆 11點10 11點10 好了 夠時間收工了 沒有 收工了嗎? 沒有了 算了 又看看盒子 你是不是再放一個禮拜 你出來看 拿了 好像拿了 反正 進去可以拿出來 好 湖中騎士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 再跟大家介紹不同的先祖效應機體呢 拭目以待 大家 我個人就真是挺推介 都是他這一叉 再歌再舞 有聲有色 還想怎樣 好 到時候見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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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